上一期视频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用二次开发给客户定制一套激光焊接系统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二次开发 不同于重新定制 二次开发不是从零开始的开发 而是以现有软件为基础 根据现有产品的设计以及产品技术 并且要结合客户产品现有的个性化功能和需求 进行全面的设计和升级开发 这是之前我们用二次开发给客户制作了一套专属适合界面UI 针对客户的个性化 我们进行了一对一的升级优化 相较于Tone版本 我们调整了界面样式界面布局 这里给大家简单的展示一下 在软件开发的过程当中 产品设计常常是为了解决问题 提高效率或者是提供便利 运运而生的 那么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时效性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环境的变化 最初的需求可能会产生明显的改变 这个时候就需要在已有的产品基础上进行二次开发 以顺应新的形式